Hello 大家好 我是Michael 今天又說我的朋友Jacky來做這個走在潮流的末端 今天就跟大家吃這個懶人火鍋 這次開兩個麻辣火鍋 你一個人都吃不了那麼多 上網看很多人都是拍黑色這個的 我們今天有白色 白色這個有牛肉和牛肚在裡面 到底淘寶淘下來的肉是否可以吃的 應該吃不死的 我們首先看看黑色的這個 裡面有什麼餡 首先是這個 筷子的一對 不錯的 這個是蔬菜包 香腸 老蛋 芝麻油 就是牛油 湯鳥包 穿粉 沒有了 沒有了 其實差不多沒有幾 我是多了一個牛肉包 牛筆是這樣的 這個懶人火鍋的一個最靈魂的地方 就是這個的發熱包 上面是設置清密食用的 我們現在是不宜遲呢 就去 先吃了這包 煮這個火鍋 我真的很想看看到底它包 這包是什麼 牛肉包 所謂的 對 牛肉 到底裡面是怎樣的樣子 很威士 小出來的 一塊好像貓罐頭那些 你這個形容詞也形容得不錯 貓罐頭 好 你就當自己是貓 好 我們馬上去煮 會麻辣火的嗎 是啊 是啊 那我看來是爆炸的 好可怕啊 好突然啊 好突然啊 這個橡螺是照的很恐怖 嘩,很厲害 它底部的膠真的融化了 在我的箱台上 它這塊真的超粗 傳說中的牛,到底是什麼味道 它的牛是... 紮實的 紮實的 我喜歡你這個形容字 然後也沒什麼肉味可言 因為它的五香味實在太濃 而且它的辣味本身太濃 我是一定吃的 那我先吃冬粉 所以我先吃這個 很辣 那我吃不吃好嗎 我還要夾這麼大煮 我剛剛一條就算了 吃吧 看你怎麼吃 一條是好一點的 但是都軟 但是我覺得它的冬粉味夠軟 因為還是一些... 有點硬 吃了一個牛 不知道是牛肚還是牛肉 那一匹貓糧 你是分不出牛肚還是牛肉 好吃的 我吃了它完全不知道是牛肚還是牛肉 我形容不了它 但是你會吃得出牛肉 但是它的牛肉好像... 真的是大陸牛 哈哈哈哈 我反而喜歡它的蔬菜 我覺得不錯 全部都很爽 蛋啊!給奶了 剛剛出蛋而已 就不給蛋 但是它很扁 你看它老得好 沒有什麼 很夠熱 我已經是辣多個熱 你不是真的辣是這樣的 它剛剛開頭是... 我是不是有說過不麻的 那些只有一個辣的嗎? 是 其實它的麻也是那些... 吃久了才會出來的 那些麻 草莓是什麼? 看薯 吃薯仔啊 為什麼可以這樣麻 薯仔很香 吃下去廣東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這麼多人來 只拍一個有腸的版本 不拍肉的版本 為什麼? 肉其實真的是... 慢慢來 慢慢來 我反而覺得整個懶人火鍋 的重點是放在蔬菜包裡面 因為它的連牛 土豆 筍 那些是好吃的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懶人火鍋 5分鐘加熱水是OK的 不過可能冬粉 可能你要再... 即是再久一點 再久一點 就會好一點 你看你吃到 哎... 一輩子都是這樣的 什麼一輩子都是這樣的 你說了什麼? 等等 這個沒有那麼... 對 給你一個盒子 我覺得好像沒有那麼香 熟味 其實老星應該都熟餐的 應該是熱味 這個粉好像OK 你的包子是川粉 什麼啦 純粹是一樣的 這個是冬粉 是嗎? 是一條條的 是嗎? 是不一樣的? 是一樣的 原來是這樣的 他要吃一些很純粹的東西 這個好像OK的 煮了15分鐘 而且這個感覺是真的油很多 對 而且那個是沒有那麼油的 大致上是一樣的 是不是我怕 那個雞肉腸 你真的吃到雞肉味? 我吃到有... 人工的雞肉味 你真的吃到雞肉味 我真的完全吃不到雞肉味 還要明白現在什麼叫大陸的味道 因為我真的沒有試過在大陸吃火鍋 但如果你說這個都在上面 原來大陸的味道就是這樣 對 很像 好 整體來說 這個呢 如果不想吃得太辣的話 用冷水去煮 是沒有那麼辣的 嗯... 因為純粹它的溫度沒有那麼高 那吃下去呢 隨便吃辣菜都是這樣的 溫度高呢 就感覺到比較適合 真的好吃的話 其實用熱水煮的 我也覺得用熱水煮是好吃的 對 熱水煮好吃 味道是比較出一點的 嗯 你覺得這個 你會不會再再再再再回購呢 如果給你 會 會 會 你會回購哪一個 我會回購... 你會試有牛那個 還是純粹是蔬菜 如果我會回購 應該是腸仔 腸仔 都是不剩牛的 其實我也覺得牛 沒有那麼多驚喜 我自己覺得 腸仔好像比較好 跳腸好吃 今天這個 懶人火鍋開箱 就來到這裡了 相信大家都曾經有試過 不妨告訴我 你到底是喜歡吃牛肉的版本 還是這個 腸仔的版本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在下面給我一個Like 還有Follow我們的Youtube頻道 Instagram和Facebook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你繼續說 Bye 好 如果不是怎樣為之叫做走在潮流的末端 末端 人家走在潮流的尖端 不是 你就走在潮流的末端 當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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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